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政府设立的暖暖社区筛检站 5月10号早上裁检民众有三分之二是来自汐止瑞芳等地 24小时的防疫专线也有超过四分之一 是新北市民众打来寻求协助的 市长呼吁中央在医疗量能方面 不能仅以县市行政区域划分 应该从共同生活圈的角度来考量 金融暖暖社区筛检站一早就有民众前往排队进行裁检 根据统计5月10号一个上午 竟然有三分之二的裁检民众是来自汐止瑞芳等地 网络上更出现纠团去金融社区筛检站裁检的留言 有新北民众表示因为这里是离他们最近的筛检站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也分析可能的原因 这里是最近的快筛检站 因为他刚好是在这个隔壁而已 是小婷在定内旁边而已 总不能说因为你局限于所有人都卡在一个县市 然后那个县市永远都没办法PTR 那这样就是也是不好 在整个大台北地区包含新北 像瑞芳啊九份啊这些比较临近的乡镇 他可能到我们基隆比他自己要到他自己县市的筛检站的距离也近多了 所以可能也就选择了在我们基隆这边 那另外可能有些地方的筛检站有限制人数 甚至是采预约的方式 那我们为了基隆市的市民我们都是开放 只要民众来是在我们的服务时间 不管的人数多广 只要在我们服务时间内 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采检 24小时接听的基隆防疫专线也出现新北市民涌入的状况 5月10号的来电数有超过四分之一属于新北民众 在整个大台北地区也都知道我们是24小时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相信民众在疫情很焦急的状况下 都期待能够打得静电化 那人口数越多的县市 或许民众对于这方面的需求也就更强烈 那我们最近也有发现可能民众 对于电话打不进来 那可能求助于临近的县市 那这个部分我们只要能够进县 我们能够提供的 是属于政策面的 大家都一样的资讯 我们都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对此金融市长林游昌表示这印证了他先前强调大基隆市 以金融市为中心涵盖东北角与北海岸的说法 他表示金融市政府会与新北市政府携手合作共同承担 也呼吁中央不能仅依据县市行政区域 我们希望跟新北市 未来还是要多多的一个合作 区域联防 那另外也建议中央在思考整个医疗资源的一个配置 不只是用行政区域来思考而已 而是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 变成是用一种生活圈的一个概念 来给予地方更多的一个医疗资源跟支持 我想我们金融市会承担起我们该负的一个责任 不只是照顾我们金融市民 我们周边大基隆生活圈的民众 我们也会一起来努力 共同来承担 记者张奇特基隆报道 另外为了要防备金融市长照安养机构 爆发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议会表示 已经开始整备仁爱之家 作为安养的主要场所之一 一块来看议员们的质询 整备起来这个集中型的检疫所 就是我们征用的一间旅馆 它有46个床位 另外我们不只说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我们已经也把仁爱之家 仁爱之家现在的那个 它的一个空间 我们也把它做了整备 它大概有三层楼 第二楼第三楼 它各有20间房间 每一间房间可以容纳两个人 那另外在一楼的部分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病房的一个通铺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准备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万一有这个机构发生大规模群聚的话 我们就可以手上有这个资源 可以把它做这个安置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为了防备基隆市长造安养机构 爆发大规模群聚感染 基隆市长林又昌在议会表示 已经开始准备仁爱之家 作为安置的主要场所之一 而议员们在咨询时 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在这几天议会中 针对仁爱之家的主管单位 社会处咨询 目前的仁爱之家的空间 还有它相关器材设施的 准备状况 那如果爆发大型的群聚的话 是否可以 它可以提供的服务的量能是怎么样 那还有安置作业的规划 这个安置作业规划包含 如果有隔离的需求 是否可以达到一人一事 那照顾的协助要怎么样来分派 安置的相关交通的需求 然后跟就是紧急医疗的后送等等的 这个部分也请帮忙说明一下 那另外是说 目前在这个仁爱之家 作为机构大型群聚的备用 安置场所的规划里面 我们其实非常关心的是 社会处跟卫生局 我们是怎么样来分工跟合作的 我相信府内也还没讨论 但是我认为要及早 一种状况是什么 我们如果按照CDC的指引 非常清楚 如果有第一人发生 那我们就地安置 分仓分流 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模式的可能是说 如果让确诊者 不管他是轻症 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者 他是留在机构内 但是健康无余的住民 是可以移动到仁爱之家 类似像这样 这种模式其实也不是不行考虑 那陈伟仲议员有提到说 照顾能力的补充 这的确是 这个老人养护机构 会碰到的问题 大家想看看 像去年的一家 那一家只要一框裂 他只要一框裂 框裂下去的话 那照顾能力就一定不足 所以说这个对所有 这个机构的经营业者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不是基隆市特定的业者 也不是基隆市的业者 这个是全国的养护机构 都会碰到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们去年的经验 我们去年的经验 就也是从这个 譬如说退休的医护 譬如说外线式的 外线式的 然后曾经职业过的 他们愿不愿意过来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招募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招募 那当然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付更高一点的 更高一点的这个酬劳 那其他县市 他们也是类似的做法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业者 去年的业者 他所付出的酬劳 应该是全国最高的 很有诚意 大概是两倍到三倍的 那个日薪 另外一个陈维仲 民众议员提到说隔离 是不是人爱之家可以做到一人一室 目前的话 人爱之家是一层楼 一层楼每一间里面有两个人 两个人 那到底是 一人一室 还是两人一室 才符合防疫标准 这个话不是由我来讲 这个话由卫生单位来讲 我没有那个专业 我没有那个专业 那他如果说要三个人一室 或者是两个人一室 或是一个人一室 我大概就照这个标准来办 而且有些东西不是操之在我们 他包括台电台水 他们那边的一个配合的状况跟程度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就按部就班的来做 那王省知远刚好问到说 那如果真的按照这样的一个进度来做开设的话 大概什么时候 有些东西不是操之在我们的 那我自己出估了 两个礼拜内应该可以 两个礼拜内可以 当然也有仁爱之家所在安乐区的在地议员 担心另外的问题 为了整个防疫 你们做的这些规划 做的这些准备 我们尊重专业 也不宜去那个 只是说 要趁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的处长 这个仁爱之家 自从废除之后 一直荒废在那里 那现在你们说要整理 要付电要干嘛 老实讲 我的服务处就在他的对面而已 包括当地的里长 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你 仁爱之家准备做这个东西 到时候你临时一使用的时候 旁边的住户一阵哗然怎么办 由于直询和备询时间关系 议长蔡旺连最后才是 社会处长吴挺峰 私下再跟于三发议员 研讨要采用什么方式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四个家庭中心 大约有20个社工 专责主动关怀低收 中低收家庭内 有六岁以下的孩童 大约500户的弱势家户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亲自制证200个防护面罩 力挺社工人员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社会工作科四个家庭中心 大约有20位社工们 专责用主动打电话 以及亲自家户拜访方式 在严峻疫情下关怀低收中低收家庭内 有六岁以下孩童 大约500弱势家户民众 都相当的害怕这个 COVID的这个侵袭 所以说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送了一些这些面罩给继承诊所联盟之后 我们就接到好几个好朋友 尤其有位小姐特地说你们需要多少个 那我们给他服务处地址之后 他也不愿意曝光 他也不愿意留下亲密电话 就直接寄了这么多 将近三百个的防护面罩到我们办公室 那我们第一时间接到之后 我们就赶快 交给我们社会处的志工好朋友 一方面是保护他们 也让民众安心之外 第二方面也是配奖过来 这边跟他们说声 加油 一起战胜疫情 好 加油 特别谢谢我们基隆市议会 配奖副议长 支持跟协助我们 提供我们这个防护面罩 那社会工作真的在疫情期间 我们刚才也跟一座分享 这个社会工作不能暂停 包括我们做这个家暴 性侵 儿童虐待 老人保护 还有我们五百张案的脆弱家庭 我们这个一年的通报案 大概是七千多件 七千多件通报案 我们做筛案之后要去家访 那也这个很谢谢市民朋友 接到我们的这个 访式的电话跟家访 也都配合着我们 那有了这个防护面罩 我想在社会工作 跟福利服务进行的同时 可以让社工人员保护自己 那也保护我们所服务的一个家户 可以让这个在疫情期间 社会福利 社会救助 跟这些服务的工作都不中断 那这物资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林佩祥强调 挺住第一线社工人员 就是挺住弱势家户民众 有种感谢社工人协助政府和社会 对于弱势民众的帮忙和照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一则警方追捕开枪的现场画面 一辆黑色的轿车拒绝警方盘查 加速逃逸 警方一度在基隆高中前开六枪示警 最后调阅监视器 顺利将毒品前科无照驾驶的嫌犯逮捕到案 黑色轿车快速执行 突然来个180度大回转 被路边轿车挡住没成功 警车紧追在后把路封死 远景赶快下车拦住 但黑色轿车企图倒退撞警车 远景只能对准轮胎开枪 另一个角度拍到远景开枪的画面 但黑色轿车最后踩油门加速离去 踩油回转 踩油回转之后 可能有差撞到车子 警方的车子也就是前面去把它夹起来 但是警方也下来阻止他离开 但是在这个歹徒基本上是前后的撞击 那警方开枪他还是逃脱 出去看才知道警察开枪 然后就跑了 警察就不追了 人家不可能怕危险 停在路边 无辜被破解轿车 左后方被撞出一个洞 事发在9号上午11点 街中警方在巡逻时 发现黑色轿车行机可疑 要上前盘查 但驾驶不但不配合停车 到远引路时 因为道路狭载回转不成 冲撞其他车辆和警车 远景上前尾捕开了六枪 驾驶还是加速逃逸 其中一名原警在追捕过程中 退步轻微擦伤 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 在案发后六小时就将嫌犯逮捕到案 本分局发生驾车冲撞远景逃逸案 我们在案发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调阅周边相关监视器 迅速的确认驾驶人身份 同时向基隆地检署申请拘票 于下午将余姓嫌犯查细到案 这名驾驶没有驾照又改排气管 担心被抓才会逃逸 他将车辆停在空旷处 在搭建车到市区找朋友 警方以车追人 寻现逮捕嫌犯 经嫌犯盗案公称 因为本身系无照驾驶 且是本辖的毒品列管人口 有多项毒品前科 所以拒绝警方拦查 全案以妨碍公务罪嫌 移送地检署侦办 因目前疫情严峻 本分局投入治安的工作 不会松懈 而且对于危害治安的人事物 我们一定尽力查办 嫌犯拒绝盘查 甚至冲撞远警 撞坏其他车辆 警方依妨碍公务 将驾驶移送 金融地检署侦办 记者黄绍鸣 在带你来看 金融有一名四主 饲养了两只具有攻击性的 混种公雀 常常没有绑好绳子 就跑到路上追人 还有攻击 曾经一天内就咬伤了三个人 警方介入调查 目前法官依违反社会秩序 维护法纵容动物下人 罚款黄姓男子一万元 四主带着红贵宾狗出门 突然一只体型巨大的黑狗 冲上前攻击性十足 吓得贵宾狗到处逃窜 这只凶猛的黑狗 不是第一次在路上水机攻击 还会到处咬人 让附近民众实在很困扰 这只不放 哇 它四肢 它四肢很多刺激 原来就是要咬 那就是咬 这个也是咬到老虎 依据动保法规定 它是要有七岁以上的人犯头 就可以了 没有强制要戏狗链戴口罩 但是有六个农委会公告的犬种 像比特犬 扭波利盾 然后犬这些 这必须强制戏狗链跟戴口罩 它是列为攻击性犬种 但是如果曾经有攻击过人的行为 譬如说警察那边有记录 或者有跟我们报过案的 我们查证属实的话会 限制它也会列为攻击性犬种 以后它出门也就比照 如果会公告那六个犬种 都必须戏狗链戴口罩 警方一天内就接获三起报案 事后法官依照违反设違法 罚氏组一万元 3月13号的时候 在复兴路的212巷 有两只狗追咬路了 有至少三名被害的人 有向警察局报案 警察局有通报我们这边 那我们就在3月14号 有派董某员到氏组住家反查 那氏组是表示说 他两只狗平常养在家里 但是那一天3月13号的时候 开门不小心让它跑出去 当然因为这只狗 我们有钓监视器 有跟警察局要到录影画面 它确实有攻击人的情形 所以依动保法的第20条 第一项 把它列为攻击性犬子 动保所强调 饲养危险动物 在公共场所要有成人陪伴 加上牵狗绳或口罩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 可裁罚3到15万 别让爱犬伤了人 还让自己的荷包失血 记者黄绍铭 金融报导 来 赶快吃饭了 妈 谢谢你每天都为我们做这么多 嘴巴忽然这么甜 是不是想要什么 我今年初刚买房 但最近好忙 没时间缴房屋税怎么办 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好烦恼的 现在缴水非常轻松 就算不出门也可以 只要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税单QR Code就能快速完成缴纳 还有这些管道都可以任意选择 管道变点超有感 轻松缴纳好 放心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第一个会有一个夹链袋 然后会有一个四季 这是封起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等一下可以戳壁纸的 前面有一个棉花 另外还有这个试剂 还有一个盖子 那这个是你会拿到的东西 那不过我有一个小撇步 可以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还会准备一个这个夹子 然后另外把这一个 便利贴也都可以 然后把它夹这样子 那这个什么用呢 你夹这样子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试剂 把它先放在这个地方 让它固定住 好 那如果你不清楚 你也可以打我们的 这个爱心筛检的咨询专线 2425-1560 或者2425-1570 或者2425-1580 那会有专人来跟大家 来解说跟服务 好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示范怎么做 在家里面怎么做这个快筛 以后可以强化我们自主健康监测的一个能力 打开 然后这个是塑胶的棒子的尾巴 然后棉花在前面 要记得 拿起来都不要碰到它 然后两边的鼻子 你把它伸进去大概2.5公分 然后大概这个把它稍微动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里面有议题的这个试剂 然后把你的这个彩样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就把它搅 这个 搅一分钟 好 我们把它一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把它拿起来 然后接下来 因为这个棉花棒会有沾到这个试剂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 这个筛检的动作 就把这个已经弄好的这个试剂 把它放在这个圆圆的这个地方 好 椭圆形的地方 那我们要D 不要超过5D 大概3D到4D就可以了 等这个试剂跑 15分钟 好 这边有一个C 有一个T 好 那我们看到 我的检验的结果是 阴性 就是C这边表示已经做完了 好 那如果 这个 你是在T这边 也有一条线 那这就表示快筛 这个阳性 如果你是快筛阳性 那这个地方会有两条线 那你也不用紧张 那这个 同时呢 你也把你的这个试片 把它放到这个夹链带里面 好 放到夹链带里面 然后把它封好 封好之后 打我们的24小时 快筛阳性通报的电话 2456-5861 2456-5861 那打了电话之后 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的同仁 就会安排防疫的这个计程车 然后你把这个做好的这个试剑 你要带着 然后把你的箭袍卡也带着 然后到我们的PCR的一个筛检站 会安排你做PCR的一个裁剑 那由于我们这个专案呢 这个防疫计程车是免费的 所以快筛的一个使用 其实非常的一个简单跟方便 我相信每个人只要操作过一次 其实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也把这个怎么样做快筛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我们的计划 然后把自主的健康监测的能力 把它提升 那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正常化 然后能够早日的去 过正常的一个生活 好 谢谢大家 金融市各区的图书馆 近年来使用率是越来越高 为了方便民众借阅还书与阅读 金融市文化局方便宣布 即日起包括了安乐 信义及百服三间的区图书馆 全年度每周二到周六 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九点 图书馆人员仔细的整理排列书籍 这里是金融市七路区百服图书馆 近年来使用率越来越高 每个月借还书籍超过2300本 不过下午五点就关门 对不少下班后才有时间来图书馆 借还书的民众来说产生困扰 他们很多是在新北市 可能在新北市工作 然后回来下班的时间 刚好是我们正常关管的时间 所以可能会造成他们的比较的不便 为了方便民众借还书与阅读 金融市文化局方面宣布 即日起包括安乐、信义及百服 这三间使用率最高的区图书馆 每周二到周六延长服务时间到晚上九点 不用再像以前一样 只有等考季来临前才延长开放时间 金融市的各区图书馆 从今年一月开始 整个已经纳进来 无法局的总管分管体系的运作了 那记忆往年 市民的一些需求 总是觉得我们区图书馆的开放时段 跟服务商他们觉得 总是比跟双北来比 总是比较时间比较短一点 那今年开始我们先从 往年去分析里面 借月量跟使用率比较高的三个馆 信义区图书馆 安乐区图书馆 还有 区图的百服图书馆 我们把它纳进来 从5月10号开始 就把它整个的延长开放 平常日就是早上9点到9点 假日的话就是9点到5点 那希望在这一段期间 能够对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金融市挖局方面表示 如果事办成效良好 不排除未来其他区图书馆 也比照延长开放时间 以提供更好的图书馆服务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晓智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